好這次跟大家分享一則恐龍相關的新聞 古生物學家在美國北達克塔州 一個叫做Tennis的化石遺址那邊 他們找到一個很特別的一個腿部的化石 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古生物學家Paul Barrett 他對那個鳥屯木的恐龍還蠻了解的 那他認為這隻是Teslosaurus奇異龍他的腳的化石 那特別的地方在他外面也保留了皮膚組織 那基本上從照片看起來這樣子黑黑的一團 我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那這幅化石更特別的一點就是 這些科學家認為這隻恐龍是死於6600萬年前 那一顆結束百二季的隕石掉落到地球的那一天的那個瞬間 因為這隻腿部保留得非常完整 所以Barrett也覺得說他被那個隕石所引發的洪水 給瞬間扯斷了 那這個化石如果是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就非常的特別啦 因為要找到一個在隕石掉下來那天死掉的恐龍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當然這些也都只是猜測而已 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在Tenis那邊 同時也有挖出另外一些支持這個論點的證據 像是魚類的化石它的塞裡面有熔岩顆粒 可能是隕石啊或者是隕石砸到地表 碎裂出來的一些熔岩石塊之類的東西 那還有一隻被木塊給擊穿的烏龜化石 還有一隻翼龍的胚胎啊 都可以就是更幫助去證實說 好這隻腳的化石是在隕石掉下來的那一瞬間 那一隻恐龍就掛掉了 那化石就保留下來 雖然聽起來是有點有待證實 那既然講到恐龍的滅絕就簡單的提一下吧 我們知道最有名的恐龍滅絕學說就是 它是被隕石給滅絕的 6600萬年前一個直徑大約10公里的隕石掉下來的 那這個學說最早是在1980年代 由阿爾弗麗斯父子提出 爸爸和兒子一個是物理學家 一個是地質學家 那他們研究6600萬年前的地層發現 有大量的E元素 那這個元素在地球呢 主要是存在地核裡面 同時這個元素在一些外星來的 一些物體上面比較有大量的 像是隕石 那在1990年代 科學家也在墨西哥賈勒比海岸 發現一個符合這個學說的隕石坑 那它的直徑大概是120英里 換算成公里大概就是190 那這個隕石坑是以哪邊的一個小鎮命名的 叫Hicks Loop 中文是希克蘇魯伯 克蘇魯 那這個學說當然也遭到一些 其他古生物學家的質疑 當時一部分古生物學家是覺得 恐龍的滅亡是階段性的 並不是單一個事件所造成 但是這個 不是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嗯 那個有興趣自己去Google一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想要更了解大滅絕的話 可以玩一下死亡擱淺 各位想要更了解 所關於恐龍滅絕的知識 那現在網路已經有很多資料了 其實Google上面就已經可以查到非常豐富的資訊了 如果不想要查資料這麼無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看看一些比較有趣的書 像是這本比較早出的恐龍再現 或者是最近才出的這本 他是古生物學家Bruce Sets所寫 那我有買英文版和中文版 當然英文版就是 只是看封面而已啦 除了這兩本之外呢 還有很多恐龍的教課書 或者是相關的書籍 他們對這場大滅絕的描述其實大同小異 那這次簡短的分享 這次的恐龍新聞就到這邊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收看